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澳洲昆士兰整一名人妻在脸书发文,称已禁止丈夫替女儿洗澡,他未来只能帮儿子洗澡,他这项只动处引发老公不满外,该篇文章更在网络疯传,让支持与反对他的网友们战成一团。 根据澳洲7 News报道,这位母亲在脸书PO文解释自己的决定,他认为女儿就该给妈妈洗,儿子就该给爸爸洗,这是由于双方身体结构上的相同性。 他说当时有告诉丈夫并非觉得他有什么问题,而是为了保障女儿的权利,但先生听了还是很不高兴。 不过这名妇女接着也直言,之所以下达这个禁令同时是想要保护丈夫,因为最近越来越多儿童声称自己遭到猥亵,我不希望我的女儿有机会想到这块去。 对此有网友支持他的做法,但也有不少人抨击他,把丈夫看成变态,觉得先生要来掠夺一切。 一名父亲对此公开发表评论指出,在宝贝女儿出生时,医护人员就带着他到写狱区并悉心教导他要怎么替女儿洗澡,包括身为人妇替女儿洗澡是应注意的大小摄像。 我只是想参与女儿的一切,就像天下其他的父亲一样。 他说问题并不是出在我们身上,而是那名母亲。